母親節快樂 一家十三口一同來到香蕉行樂園 慶祝母親節 因為這是女兒從學生少女時代 移入到成為媽媽的寶貴回憶之地 過年聚餐也來這邊吃 母親節都來這邊吃 最喜歡喝他們的水果茶 跟爸爸的回憶這樣子 如果有聚餐的話 大部分都會帶我們到這邊來 一壺水果茶充滿婦女倆的回憶 餐廳古色古香的裝潢 就好像瞬間回到民國四十五十年代 鳳梨蝦球炸魷魚 一道道家常料理上菜 但要吃這台灣味可不容易 因為香蕉行樂園 謝夜甜夕一味難求 其實我們是現場後衛的 這禮拜要訂訂不到 就是現場來這樣子 之前有來吃過了 就覺得還不錯 現在就聽到他們要關了 就覺得很可惜 這幾天客人把握時間尋找回憶尋禮 餐廳業績直線上升 母親節當天更是好幾個月前就訂滿了 香蕉行樂園擁有三十年的歷史 1990年開業 停過2003年的SARS 2008年的金融海嘯 如今卻不敵新冠肺炎疫情 人痛在母親節時登 其實上兩禮拜 其實假日完全沒辦法訂位了 今天也發生好多那個 上了年紀的爸爸媽媽阿嬤 非常多來拍照的 甚至阿嬤穿旗袍來的都有 香蕉行樂園懷舊裝潢 早期也吸引許多藝人光顧 張飛 吳宗憲 周杰倫 范小萱 韓國男團 Super Junior 都是座商兵 但餐廳最終無力抵擋疫情衝擊 一個月超過百萬的虧損 30年烙店不得不畫俠句點 記者 傳視員李孟章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